本土疫情緊張 陳時中檢討現行的防疫戰略 打算用社交距離APP取代實聯制 APP也會主動告知 過去14天有沒有接觸過確診者 指揮中心力推APP 從600萬人次下載量充高到1200萬 不過專家認為 現在疫情大爆發才推 恐怕根本來不及 社交距離APP要來取代實聯制 我想這是原木求魚的做法 在這波疫情已經擴散的情況下 這樣子的作為其實效果是有限的 基本上是違法的 因為接觸者並不具有傳染力 他不需要被約束行動 蔡政府強推社交距離APP 更被質疑以疫情之名行監控之時 甚至也有立委擔憂 APP內可能含有木馬程式 不只會蒐集使用者行蹤 還可能看到手機資料有資安風險 到哪裡去全都錄 當然是侵犯個人隱私啊 作秀的成分大了 每一件事情都假防疫之民 不斷地擴大政府監控的力量 你就開放嘛 不要再搞這些勞民傷財 只是土地特定廠商的事情 我想不會的 他是非常有用的一個東西 逆政部掛保證沒有資安疑慮 但採科技防疫卻存在數位落差 專家列出了兩大缺點 你要說服對方要塞 就已經是第一個關卡 然後持續開著藍牙 你沒有真的大家都在用 其實是形同虛色 另外一方式就是給他們快塞 APP不僅老人小孩不會用 沒開藍牙也不能用 就不知道對疫情有多少效用 記者中文報導 我們來幫大家來科普一下下囉 好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變成了水喔 這個換句話說是完全不殘留 也沒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會刺激皮膚 小朋友 寶貝 兒童 孕婦 完全都可以用 歡迎大家上快點GO 謝謝來 走 最後